這邊就是我們同學作答的情形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都看得到 哪些同學作答的情形 對不對 那麼這個我有開放 你可以 如果你在這邊沒有看到一個 就是在這裡會有一個叫進度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麻煩你左上角這裡 因為我是後來才開放 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再重新進到這個任務的頁面 就會看到 我先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裡有個進度 這是跟各位一樣的 你就可以看到跟我一樣的畫面 跟我一樣的畫面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測驗題 測驗題 這裡 點進來 我們先看第一種 所謂的練習題 剛剛各位還記得練習題有什麼特性 練習到過關位置 那你要看 這個是大家有腳交有過關的 那所以我可以按一下上面這裡 上面這一塊 題目名稱把它按一下 儒雅我知道你很認真 他交了四次 那重點其實不在百分之百 重點在說 他錯在哪裡 你了解我意思嗎 最後一次不用看 你看他前面這一次 從零分 什麼這一次零分 看第一次 看他哪一題不會 原來這第一個他不太認識 這樣有沒有看到他回答的答案跟正確答案在哪裡了 這樣對教學的人更可以清楚知道什麼 他的症結點在哪裡 你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你只看最後結果幾分 有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喔原來不同的同學 他可能怎麼樣 他的問題點不一樣 我看看有沒有腳腳 喔庭蘭也是跟他一樣很努力 有沒有 庭蘭建議人家看一下嗎 可以啦 你看這裡有一個 因為他有可能用拆的 本來拆對了 然後後來想說那裡一個錯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看 那現在是針對什麼 用學生的方式來看喔 那我也可以什麼 針對題目的方式 我們看看 到底大家 回答 第一題有同學回答的是馬路啊 然後第二題 他說我們看一下 也有同學回答 這是一語 好不好 你就會比較清楚 整個班級同學的什麼 學習的情形 到底是哪些人 他比較容易不小心 就是做錯的 或觀念不對的 在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這種叫練習題 好 讓你無限練習的 啊請問這一題到底是什麼 盧雅 只有兩個答案 你怎麼可以教九次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也是重複佼礁啦 我們不要看他 不要看他 他會不好意思 來 我看一下 有沒有 喔 這位同學齁 他是不小心 因為他不知道已經中出了 然後一直按一直按一直這樣這樣 哈哈哈哈 請問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 蛤 啊 當然是洋力啊 不是農力 呢 故意同學 哈哈 跟太陽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二十四節氣 剛好一個月兩個 這次就投票題囉 我們投看一下來 有沒有馬上統計出來了 請問到底哪一個味道 不是味覺 你們班還不錯啊 知道吃麻辣火鍋的時候是很痛啊 不是很高興啊 你吃麻辣火鍋的時候是 你的舌頭在跟你講好痛好痛好痛耶 你自己講好事好事而已耶 你身體都沒有告訴你說很好吃喔 他只說很痛而已喔 因為辣味是痛絕 如果你真的不清楚的 你可以看這裡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一點進去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這個 影片在這裡啊 你可以進去看一看 好 辣味是痛絕 那鮮味呢 鮮味有些人會有點遲疑對不對 因為我們平常都講酸甜苦辣嘛 那鮮味 如果照影片裡面講法就是日本人提出的 可是事實上鮮味就有點像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這個 鮮味 你也許有聽過味術有沒有 像什麼鮮味大師啊之類的 他就是很淡的那個草抽啦 很淡的草抽啊這樣就很新鮮 你聞一下嗯好新鮮 你可以去聞聞看那個味道啊 還是你平常都不吃味素的 你以為也不會吃到嗎 很多還是有加啊 對不對他味道讓你比較好吃一點 還是多少有些還是有加 不然就是加一些那種提味的啊 欸你不是有看過那個像什麼 康薄啊有一些那個啊 雞湯塊啊 整鍋湯就很好了啊 對啊那也是鮮啊 就是這種鮮味這樣了解了嗎 這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投票題他就是直接把統計結果 會像這樣弄出來 我們就不好意思再往下看 因為往下看就知道誰回答什麼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欸Youtube的品質咧 這個我也是常考的 年班也還算不錯啦 有四分之 欸應該是算 百分之四十左右 有答對 Youtube的影片是什麼 高度 這個如雅如果答錯的話就把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上禮拜有偷聽嗎 沒有啦上禮拜他有聽到 所以應該要知道答案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影片事實上是高度喔 所以這個就不要弄錯了 也許會想說是真的高度嗎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平常我們在這邊播放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這裡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有 像這個320x240 大約是VCD 因為VCD是352x240 好那這個呢 就是640x360 也就是一般我們比較常見 影片把它放在部落格的那種文章裡面的 網頁裡面的 那這個就是720x480 就是我們講的DVD的品質 再往上的話 你會看到什麼 720 720是1280x720 那這個以上呢 你就會看到後面有個紅色的字 有沒有 剛剛我們在看我們教學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以上都會有個HD 再上去就是1920x1080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其實這個是指的是影片的高度 有沒有再上去 有 2K 4K 8K 最多到8K都有 所以YouTube這邊都有支援 都有支援 所以這個也是 建議各位可以認識一下的 好 那這兩個呢 這幾其實都是什麼 投票題 然後就一般兩個瞪眼 我們就不再看了 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塗鴉題 那塗鴉題的話就是大家用圖的嘛 像 這個就有點投機有沒有 以為說 反正兩個答案兩個答案都選 就一定會對一個有沒有 這樣當然不行喔 這個也不行啊 請問優門到底是上面那個還是下面那個 當然是下面那一個啊 這些人才是答對的啊 你拉上面這片都是錯的啊 那我又沒有看到它的那個圖片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子點進去 點進去 點進去 我自己說小一點喔 好 有沒有一個塗鴉圖片 如果沒有出來就點一下 那這位同學呢 這樣 所以他沒有 喔 不小心 塗的不是很對有沒有 還寫一個字 哈囉 哈哈哈哈 好啦 就像這樣 那 你可以像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欸 同學他當初怎麼樣 怎麼畫 比如說像在這裡 欸 一樣 塗鴉圖片 如果沒有出現你就把它拿下來 像這個他沒有什麼太多詞語嘛 就直接就畫了 應該是觀念正確 如果他是慢慢畫或者 欸 有點陡的話 可能 也許有一些隱情 哈哈 開玩笑了齁 這個塗鴉題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OneNote跟平常大家你在用所謂的學校的數學平台 或者你曾經用過的一些類似所謂的測驗的東西 也沒有比較靈活一點 就是類型上會比較多 類型上比較多 這個是 欸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從管理者角度上可以這樣子 啊對還有一個影片題 來看一下 影片題這個就好用了齁 來我們看一下影片題 影片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同學 欸他你回答的那個情形 反正剛剛那個過關嘛齁 但是重點來了 他是影片題的話 你看這位同學 他就是看後半段 這位同學 這個叫跳著看的 啊你都不知道你看哪裡我都不知道 啊 這位同學 我看一下 只看前面一點點有沒有 挺難因為他來不及回答嘛 這位同學 訪客的齁 我們看雲太好了啦 這裡 我怎麼知道雲太到底看哪裡 啊哪裡看多久 有沒有 我點這裡 我就知道 喔原來他看3分54秒 你看 這樣你有很害怕嗎 啊 凡走過不是必留下痕跡嗎 對不對 所以 老師如果出題目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他出哪邊嘛 不是 我們從這邊會知道的時候 同學到底看了沒啊 他到底看哪裡啊 有沒有 你要他看的重點沒看到 他都看到開玩笑的 有沒有 講笑話那一段 結果重點都沒看到啊 那這樣也不行嘛 所以 有沒有覺得 這樣還OK 對不對 對 影片體的話實在可以達到比較多啦 那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有部分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所謂Pro的 那現在OneNote呢 其實他已經在改版中 就是今年啦 預計今年 他的這個 會變 這個平台會完全變成免費的 就是已經沒有分 所謂付費跟免費賬號 因為你剛剛看到我現在 能夠看到這些詳細的 這是什麼付費功能 付費功能 但是今年他會改 他網站上其實已經有做改版了 如果你去他的OneNote的這個平台的話 你找OneNote 但是不要進點內的這個 你用關鍵字找 你會找到他們公司叫iSchool 好學 那麼他現在呢 這個售價的部分 售價的部分啊 事實上就是 已經有分了 就是 在這邊 應該 我看一下 有一個售價 不知道放在哪裡 因為 他網站上已經有公告了 只是 這個平台還沒有改好 還沒有改好 所以 以前的那個 付費的那個版本 就是要付多少錢 就已經沒有了 好 那 未來 反正今年內他們的目標 是 就是要做成 就是這裡是開放的 就你所有東西都可以用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嗎 我看一下白板 你知道 鄧親上 這樣OK嗎